大家好,我是创新科技組Grad 瑜伽智能設備 他是張凱仙,我是文昌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的設計背景 近年越來越多的人選擇瑜伽作為一種休閒運動的放鬆方式 根據美國運動醫學會的調查顯示 在2016年有約3600萬的美國人參與了瑜伽運動 2017年約有34%的美國人表示願意參加瑜伽運動 2016年瑜伽運動的產業產值達到160億美元 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市場 其中很多一部分人因為覺得瑜伽健身中心價比好貴 然後時間還不自由,或者導致交接效果差 會選擇在家中運動 然後根據我們的數據顯示 在家中運動習慣的練習者達到了65% 然後在家中練習就真的有效嗎? 答案是否定的 我們總結了以下幾點問題 第一點,容易懈怠 由於在家中練習獨自訓練 會導致訓練者會自我放鬆 然後在沒有培養出運動習慣的時候 就已經放棄了運動 第二點,效率低下 獨自訓練沒有辦法全面的了解自己的運動狀態 比如我不知道我的姿勢是否正確 然後我有沒有練到位 然後我該練什麼也很難知道 然後有沒有運動上的錯誤 會出現總統的問題 第三點,易得瑜伽病 其實瑜伽是有一定危險的運動 那如果你的姿勢不正確 長久下去可能會造成納傷、扭傷 嚴重的話可能會得瑜伽病 我們的設計方向就是想解決這些問題 讓使用者可以在家中也能享受安全舒適的瑜伽運動 就像有一位專業的教練女伴一樣 我們的解決方案是結合到影像紀錄瑜伽線上教學 然後我又請凱千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的產品 謝謝 我們產品主要是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攝影機跟智慧手環 攝影機的話它有分一個主機跟兩個主機 然後主機其實是可以收納在主機裡面的 方便其他就是放在包包直接插著這樣子 然後這裡的話有鏡頭 它這樣子在做瑜伽的時候呢 兩個鏡頭分別記錄就是使用者的側面 至於主要鏡頭當然是記錄使用者正面的影像 至於智慧行手環 這位行手環的話它是可以記錄像心跳啊 還有卡路裡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子 主機鏡頭 然後之後鏡頭有兩個 然後分別都可以藍牙 然後之後存在手機裡面 然後我們的主機和子機 它是有卡槽項鍊 後面有一個卡槽 剛剛台前沒有說完整 我來補充一下 那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使用流程 我們的使用流程 第一步是擺放對位 就是我們開始的準備運動 準備運動之前要進行的事情 就是主機要放在使用者的正前方 然後兩個子機分別放在使用者的兩側 然後他們可能是有紅外定位 然後或者由我們的使用者 通過查看手機的影像 去確認有沒有擺放對位 然後我們第一步完成之後 我們就開始進入到第二步 開始錄製 我們這一步就是啟動我們的攝像機 然後它會幫我們錄製我們的運動影像 並實時上傳到我們的雲端系統 那這個時候手滑也開始記錄我們這個時候 運動的呼吸狀態 比如心跳還有卡路里的狀態 因為瑜伽它其實不只是一個有體式的運動 它其實也是注重內在的運動 所以它的呼吸狀態跟它的心率 還有我們卡路里的水平是有一定聯繫的 當我們的數據已經上傳完成的時候 雲端會給我們一個反饋 我們可以在上面查看我們剛剛運動的影像 然後我們的系統裡面可能會放一些教學的視頻 然後使用者可以根據剛剛自己在做的影像 然後自查動作有沒有出現錯誤 再來就是我們的所有運動數據 都會整成我們使用者的成長紀錄卡 方便使用者隨時了解 我原來昨天練了多少 我今天要不要加強這樣 然後也可以看我昨天練的怎麼樣 有沒有做到標準 然後明天要怎麼訓練 然後這一步也是我們比較有特色的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有一個線上的導師教學 就是我們所有上傳的影像 都會由我們線上的導師去查看 然後他會給我們的學員一些運動意見 比如他今天看到這位學員動作很標準 然後看到他目前的水平 有很大的提升 就會建議他你要不要做一些有挑戰的工作 運動 然後我給你準備一些更高難度的課程 那比如他的動作有不標準的地方 那我們的導師也會用我們的軟件在旁邊做一些標註 然後跟他說動作不標準 然後不要怎麼改 然後這是我做的影像 你配合這個去學習 那我們希望就是通過我們的影像紀錄 再結合成長紀錄卡 就會有導師輔導的輔導 然後讓我們的學員可以不斷提升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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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